这个万中的时代的AMD 2SR功能终于是可以开启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升级版FSR 2.0在游戏中的表现 先是定deck画质和光追画质的1080p FSR 2.0对比 RSR相当于FSR 1.0以后如果能升级到FSR 2.0的话也是很棒的 MAX2还支持这个超虚风变率和这个锐化滤镜有点下 总体而言是提升队读的 GPD的VMAX2实测是可以开启 驱动更新对跑分也是有提升 RAR功能竞游戏会自动开启 但是如果要切换的话需要用键盘或者虚拟键盘来开启 右上角会有提示 我这边优化系统的话电视档位已经适配了这个新的驱动 可以控制主频了 之后是不同游戏开启RAR之后的对比 视频可能看不太大 但实际上是有锐化区别的 帧数可能会略低一点点 我手上的VMAX2工程机是16比10分辨率的 实测游戏如果是16比9也同样可以开启 个人感觉是一个性能增强版本的锐化 RAR开启对比之后是一个游戏的实际测试 明天也就是周六澳客会做一个直播 我猜是澳客应该会演示一下前端 然后拆一下机 看看里面的内部结构 RAR应该也是会演示一下的 如果能把这个显卡物演示一下就更好 反正期待明天直播吧 现在公布的价格来说 我猜是到手价格应该是要5199 也就是5127的版本 对比之后是实际的直播试玩 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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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游戏不怎么吃分辨率 但是比较吃这个帧数 帧数很难上去 看是吃了1080p的综画质 800p不会有黑边 没这么说 老头还这种是有黑边的 截图的话我上午发过了 待会结束下播之后再发一下 就ISR的那个 2077这个FSR 光追和那个卫比我也做过图了 画个人类互相理解 13-14基本上就能稳定了 这种逐游是完全没什么压力的 毫无压力 哎 这事就简单了 球在他角度上 这种逐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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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逐游戏